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大哥 哪种做法最好吃啊 白鸭药好吃 国企当归俗地 黄氏 骨子 香腾 很好喝啊 沉沉甜甜的好吃啊 漂亮的味好吃啊 很嫩啊 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反正不怎么好吃了 对外地人来讲会觉得这个味道呢 不熟悉 还有一股中药味会不太习惯不太喜欢 这是美食作家林卫辉 我们叫他辉哥吧 他不常使用形容词来描述食物 而是喜欢抽丝剥茧 硬核科学 永春的鸭活动的范围广 而且还能够飞起来 那么机灵蛋白更多 机灵蛋白就是红肉 从风味到口感 是国内鸭子的顶尖级的 可那又怎么样 白帆鸭的名气边界 直到永春为止 因为它的产肉量实在太低了 在追求高效高产的当下 纯种的永春白帆鸭 长到六斤需要六个月 杂交的帆鸭只用不到两个月 差不多四个月 它体型达到一定程度 它就不再长了 它再继续养下去 重量上不去 然后人家客户又不追求品质 只是追求说有这个鸭子 这个重量 论金脉的话 咱们这种鸭 可能就不会算钱的 因为品质更好 那我们就把它养到十个月 多养一天就多亏一天了 农民哪里亏得起 永春的鸭 这么好的品种 要走出去的话 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 来做表现 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 必须改变 辉哥带了三个 很会做饭的人来 希望让永春白帆鸭 拥有更多元的烹饪方法 真正永保青春 吴蓉 敏菜之光 他主理的玉外滩 是中国大陆第一个 拿下米其林星的敏菜餐厅 2023年 新进黑珍珠二转餐厅 在遥远的1985年 我就吃过他做的菜了吧 到现在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在上海大获成功 他擅长从食材中提取鲜活的元素 把寻常为神奇 他非常的细腻 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柠柔之美 Andy 吴玉晴 2022 粤菜好师傅的总冠军 他主理的广州保利洲际酒店 玉公馆中餐厅 2022年 被评为黑珍珠餐厅指南 一钻餐厅 擅长云复刻 擅长云面可以吃到一个厨艺大全 周正蒙 西班牙米其林一星 Offman餐厅毕业 他擅长中西结合 对平民食材 常富有创造性的颠覆 您好 我做了一个饭 想给您尝一下 哎呀 很苦味 你这个时候 你不可以生气 来 这段咔掉 这次是我最低分的 还没有了解食材的时候 我已经坚入为主 从方法论上 先去想了 我怎么样去做个食材 那你只能沦为一个普通的师傅 这不是阳春白雪的采风之旅 这也不是吃麻麻香的美食探店 三位星厨将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们是否真的能放下成见 与永春白帆鸭坦诚相见 走 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来自西班牙学习回国的周正门来首 西班牙学习回国的周正门来首 此时就可以唱了是吗 白蓝洞 白蓝洞 厨师认识这个食材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找的是本地的食材 对于这个地方本身陌生 对这个食材陌生 那么必须深入到它的生长环境 你才可以去充分地理解这个食材 它的特别之处 应该非常少厨师有这个机会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边就是乌总是不是 乌总好 你好 你好 我是永春白云鸭的地方品种的宝 这边是一个宝总厂 那永春白云鸭它是从南美洲到台湾 再到永春的 现在已经有300年历史了 那它所有的鸭子 你再注意看一下它也没有那个黑毛 你看 哇这太有净了 你看它的角是黄色的 对所有的鸭毛都是白色 白色 干净你看 没有杂毛 那其他的像如果是法国客 它这边是头部 都有一个黑毛 对身上都有一个黑毛 法国客里面是另外一个品种 母本是用永春的白云鸭 去跟法国的公鸭来杂配 因为现在如果是纯种的已经很难了 主要是要把这个品种保护起来 嗯 把找小鲜肉的任务交给你了 我不敢抓 你百天的鸭子你在哪儿啊 这只就差不多大 这只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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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炸 炸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抓鸭子 啊 来来来来来 被它飞了 你翅膀先 两个翅膀不然等一下它会 对 噗 噗 终于抓到了 我主要是养三百天 二百天 它主要是看这个宏观 面子这个瘤越厚越厚 对对 它主要是看这个瘤 瘤它主要要离眼睛后面 大概一公分多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噢 像这个就超过一年的了 这个就有三百天的了 这只宏观还比较小 两百一十天左右 一百天的还蛮好 眼睛方面就有红色一点点 你看它都飞过来了 这只都可以起飞的 哇 真是飞飞的 对 把它扔起来就飞走了 跟鸽子一样 哇 下水车你看两个脚 都是往那推的像刹车一样 慢慢的 对对对 它可以从这边直接飞到底下那国道 直径一点四公路 滑翔下去的 楼下那个餐馆都不用买的 所有的鸭一开始 都是会飞的 随着我们人工的养殖呢 它这一种功能呢 它会退化 它没必要去飞了 但是像这一种品种呢 因为是说明什么 它还会飞呢 说明它更接近野生 它越接近野生呢 它就越有 那个原来的那个肉的风味 一 二 烂了 你看看这个小的飞得最高 它飞得最高 飞得好远 你们那两只有遥控的 大家会飞回来了 不客气 再买再飞上来了 它是一米稻谷小麦木草 这个也是春天然的 春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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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懂 春天然就是 春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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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遍 南 哦 南 哇 来 有鲜味 有鲜味 多多 太好了 鸭汤咸饭 这个是柴汤咸饭 哇 香蕉啊 这是干菜 芥菜干 哇 整不及了 我很快在这边 自己来 好 好 好 哦 汤得先来一下 我先来碗汤 哇 太好喝了 好鲜啊 嗯 哇 盐生态的鸭 确实不一样 好味道 好味道 嗯 嗯 外面的那个肉呢 就给那个味道就给炖出来了 那里面还会有点甜 但是里面的还有甜 从风味到口感 那都可以说是 国内鸭子的底肩级的 它的氨基酸含量呢 是比任何一种鸭子的含量都更高 所以呢我们做起汤来啊 或者是吃起肉来呢 或者是吃起肉来呢 它特别鲜 这是它的鲜味的来源 第二点呢 它不伤 没有伤味 鸭子吃草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叫短链脂肪酸 它会有伤味 所以吃多了鸭子的伤味就重了 如果只是吃穀物 它又没有鸭的味道 所以它这个比例啊 要掌握得很好 这就是乌种厉害之处了 今天用了多少天的鸭子啊 300天 300天啊 对 那它6个月其实是可以独宰的 但是它汤比较粉浊 因为品质更好 那我们就把它养到10个月 它这个肉质比法国克里面 要细认一万都会不一样 这个鸭肉其实非常优秀 嗯 因为永春就很喜欢用来炖汤 嗯 其实这个鸭肉还有无限可能的表现方式 嗯 也要从你们这些大厨来来去开挖 做农业是做一个情怀啊 嗯 太难了 我是从建筑行业改行过来的 反而是把建筑贡物卖掉 再来做农业的 我当时那些股东托伴 我当时脑子进水了 13年14年时候是想大力发展一下 养的纯兰就3万多 那时候刚好得了一七英九 人得了一七英九 所有的国群不让你进市场 那就把你卡住了 那两年就亏了两百多万 到了16年 墨南地当时连冬冠桥都冲走掉 整个厂包冲走反正一塌糊涂 那我在朋友圈花了一条 五年三次风波想当永春丫头 但丫头是家人好的 那么一亚无缘 既然我这一生 不既逢中爱只有 那会怕有一天会滴到 哦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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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好食材好味道 谢谢谢谢 好 干了做碗汤 好 干了做碗汤 好 干了做碗汤 这汤好喝吧 可就是这烹饪方式限制煮了鸭 当地人对待白番鸭 几乎都是拿去做汤 单调的做法 可能是造成它今日困境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这个是跟传统的口味偏好有关 以前的人吃鸭子的机会不多 希望它不仅仅是补充我们的蛋白质 还希望它能够有各种功效 滋补啊 养元啊 补气啦 加了一堆猛药 煮上几个小时 白番鸭滋养了无数永春人的身体 但此时汤里的鸭肉 要么吃着又老又柴 要么被药材染得毫无迈向 做法上的困境 是不是能用做法来破解 三位厨师积累下来的技能工具箱里 有没有拿出来就能用的办法 吴蓉决定用当季的本地马笋 搭配本地白番鸭 我现在是把一些好的肉取出来了 腿肉啊什么就去煲汤 让鸭骨出味 让鸭肉留味 过水麻笋 清脆 笔气 香甜 蛤蜊 干脆 先中带甜 先上加甜 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在于 一鸭两湿 最大限度放大白番鸭不同部位的光彩 鸭架在汤里稳火慢炖 释放鲜甜 鸭胸肉切薄片 在滚汤中快速汆烫 保留住弹性和脆嫩 有两种口感 一个是品尝鸭肉炖得很烂的口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烫碗水 这个肉有点筋道的 皮会有点脆的口感 Andy带来的是粤菜的做法 白鸭鲍鱼宝 鸭肉斩剑 与葱姜一起爆香 加少许水 焖煮 鲍鱼起花刀 便鱼入味 单独炒香 Andy最胆的刀 在接下来这道蜜料 客家粉尘酱 他希望撕开白番鸭的草药汤水旧面貌 用极富攻击性 冰火领同天 清凉的薄荷和刺激的辣椒 为白番鸭煮 前腐味冻点 这个直接放到酱里面 鸭肉焖软后 加入炒好的鲍鱼 焖煮住 鲍鱼比鸭肉入味 酱汁又比鲍鱼刺激 简直是个美味套娃 我还没这么做过 我也很好奇 它出来应该是个什么味道 萌萌很大胆 地中海风格的家生饭直接上了 整支白番鸭斩鲜 加入洋葱 西芹 胡萝卜炒香 注入清水 三个小时 西式高汤成了 平底锅中 加入番茄糕 彩椒 大蒜 洋葱 烟熏红椒粉 它叫Safrito 西班牙语地区知名的万能喷香大红酱 加西班牙大米 就是追求煮成家生的那种 然后注入过滤好的鸭汤 用中国本土食材熬西式高汤 再来 让永春悄无声息地嵌入地中海 这是一桩事先不被张扬的中西河壁 说实话 特别的 特别的 没有什么底 因为它的口味还是比较具有抑郁风情 最后表面摆上柠檬 蒜味蛋黄酱 我是想试试看 把汤和鸭肉跟烟熏风格结合在一起 然后完全适用它的蔬菜里面的甜度 在西餐里面 鸭肉很适合跟全口的东西搭在一起 味道真的很好 这些风光无限的主厨 将亲自端着菜直面挑剔的评委 他们是全世界吃过最多永春白帆鸭的人 永春当地人 阿姨啊 做一个鸭汤 想让你们试一下 来 起来 你不要吃饭啊 我拼着了呢 阿姨来 试试看这个 汤喝起来很甘甜那种感觉 快吃光啦 好吃啊 我很爱吃啊 您好 我做了一个饭 想给您尝一下 你愿意尝一下吗 不要 不要 小姐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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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那个我们 你愿意尝一下 不好意思 现在没空了 你要不要来尝一下 不吃饭 我爱吃饭 同意不容易随便吃 不要害怕 我们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现在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在店里这么吆喝过我的菜 刚好你们在吃饭 给一下一下 可以啊 那不错啊 不用吃啊 我闻一下就可以了 我当中吃饱 好 哇 你有一点辣辣的 哦 这边做的蛮有加辣的 感觉又像红烧的 又像是闷的 这个夏天吃太咸了 倒好像有点重 有点重啊 Andy还没有了解 泳城白鸭的特点 他就按摩 按照 粤菜里面做鸭子的这个方法 用粉橙酱去腥 蒸香 但是呢 这个鸭子呢 不需要去腥 它没有腥味 焖煮之后呢 汁液跑出来 这个肉呢 就变得一干 柴 这个全部都发给你 哎 您好 我们烧了一个那个 永春鸭子的饭 然后想有请您来试吃一下 那个小帅哥哦 让你吃一样 哦 对 好生气哦 你来尝一下 对 不要 稍微硬了一点 稍微硬了一点 对 是熟的吗 这个是我们做的那个 意大利的半熟的米饭 半熟的吗 对 还没有熟吗 吃几道酥酥 酥酥是什么意思 酥酥就是 这个米像生的一样 米像生的一样 米像生的一样 它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 值得审美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怎么样 阿姨稍微好吃 耶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好 来 这块卡掉 这块卡掉 阿姨 大麻笋 这个你们的大麻笋 很苦耶 你这个笋 很苦哦 你吃我们的很轻哦 对对对 来我教你看一下 像要买只要大大的 白白的 你看 这种绿色的 这种煮起来它就苦 又学到了 还没出苦的 这个你看 这个很细 对对对 弄一下 你看你弄这个 这个很好 就弄不下去是吧 确实确实 这个我两块钱就要卖 这个我早上卖五块 现在最少也要四块 嗯 这个猪肚下去好像 味道有点串 鸭肉和笋 这个海鲜就好了 那个猪肚就不要挂了 嗯 我觉得混下去好像 嗯 嗯 我个人的认为吧 对对也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生气哦 白鸭 它的骨氨酸含量非常高 如果加了太多的话呢 会影响这个鸭子的 本身的味道的表达 现在我总部给你 860分 60分刚听到 哈哈哈哈 从我入厨以来 开始会做菜 就从来没拿过60分的 啊 这是我最低分的 啊 我们对当地的食材呢 还是了解的不够 不够深 出来一直在说话 然后再去推销 我的这个饭 然后现在天都已经快黑了 然后感觉 呃 还有一半都没有送出去 感觉还是蛮低落的 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预期 就是预期就是这个鸭子这么好 可以做出来一个那么高 那么高水准的味道了 然后但是你发现 还是按照你固有的那个思路 没有跳出来 其实并没有完全去做的因地之一 其实一开始我是没想到的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 当然传统的口味我要去学 我要尝试去理解它 就光认可一个口味的时候呢 这样它就很局限了 这样你这个食材呢 它流通更加不广 就是因为有不同 才有更多发挥的可能性 如何平衡传统和创新 是主厨们需要继续思考的 对 对 日淡荔枝300克 人家说不辞常做女男人 那我们不辞常做永婚人 哈哈 早餐都是面线糊 面线糊 海鲜 这个拿着吃 这个很好吃 嗯 这个叫金甲 金甲 金甲米糖 用这个神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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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远的 哇 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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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恭喜吧才怎么说 永逸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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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公汤 奶干 好来试一下 羊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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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那个经常饿过头 然后就胖胃胖了吃这个味道 好好好 跟吃中药一样 很符合 中国人的这种 乙型骨型 广肠胃的 那用个肠就来广肠胃 这个就是有一个 小区银里 有个外地的来自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正所谓 一方水土 一方人 主要要问 永春人 主厨们能不能接上永春的地气 让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 扎根回土壤 更加脚踏实地 大姐 早上好 我想打搅一下你 小朋友 早上好 早上好 放假了是不是 早上好小姐 大姐早上好 我刚来到永春 想请问一下你方便吗 我想找一下当地的一些美食 我不知道 不知道啊 多样年纪啊 读书的怎么样读书 一般啊 你要好努力哦 那个小孩子可能有点怕羞啊 哎大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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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干嘛呢 白丽丝哦 我们的状元红啊 香啊 吃啊 哎呀都是自家的 自家喜欢小的就是肉豆 嗯 是不是啊 好吃 酸甜平衡 哎呀好香啊这个 对啊 这个可以降血糖的 这么甜还能降血糖 你还不清楚哦 我第一次吃在树上面摘的这个 没吃过这么新鲜的朱老师 真好 你好 嗨 嗨 你好 你好 你在煮什么啊 他猪肚羊皮嗓汤 哦 啊羊皮嗓是什么 呃羊皮嗓 羊皮胃的 哦 对小孩子的脾胃比较好的 一种 一种比较好的那种药材 哦 鸡蛋跟羊皮嗓一起打散的 然后加那个茶油 放到那个竹竹里面 哦 哦 然后再把它封起来 放进去炖 就要把它蒸开 先放一个小洞 对 它会喷出来 哇放弃跟高瓦锅一样 你看 这个就是蛋跟羊皮嗓了 然后就把它切成小块 连汤连肉一起吃 真是 吴蓉先后拜访了咏春当地 两位家庭厨师 发现了当地人极其喜欢药膳 这给了他灵感 决定把中药当香料使用 提取微量药香 让传统做法更适合现代人的口味 走访了几家人家 走访了几家人家 他们都在给我提 这熟地有多好啊 有的人是药材加熟地做汤 有的人是熟地泡茶 有的人是熟地拿起来直接吃 既然这么喜欢熟地 我们就是保留它一小部分传统 把它来蒸这个鸭子 也用这个药材干蛋的香味 来做一道下饭菜 荔枝又是最好的季节 想说去取它的果香味 跟它的甜度 带去糖 一起融入到这鸭子当中 乌荣给这个传统的做法做了减法 把这个药做一个重够 它只取了一些特别有独特香味的药材 而且把量减了下来 它就变成一个香味了 而不是药味 长时间的熬煮 先把肉的骨氨酸这个鲜味 还有它其他的方向物质萃取出来 跟药材的香味结合 之后再收汁 这一些很浓的汁液呢 带着鸭子的香味鲜味 药物的香味 还有荔枝的甜味 一起又回到鸭子里面去 它是先减后夹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构想 哥哥 早上好 早上好小姐 想问一下我们白班家的菜是很厉害的 我去尝一下 然后顺便给他学几道菜市 这不在哪里 我在那里 我是刚来到泳村这边 昨天去泳村白班牙的基地 发生这个白班牙 它是这边的国家地理造成的产品 就我想把这么好的 这么约束的产品 就带到广州这边去 然后把这个食材让更多人认识 因为我想把它做过去菜市 但是在菜市当中呢 有一些就是困惑 然后呢我想去找一下这边的能人 就在隔壁吧 就在隔壁啊 就在前一点嘛 就在隔壁吧 不知道它本能在不在 哦就在这里啊 哎修哥你好你好你好 来来来 水先倒 然后鸭子倒下去 开完以后了 去捞起来一起 嗯 我现在这个手比较不方便 早上啊 挨了一刀砍鸭子 挨了一刀 挨了一刀 哈哈哈 当规不能多 是盐水盐味的 压十五分钟 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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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钟 爆炒腰花 哇 你看 马上有这个跳舞的感觉 这个比较均匀 保证会熟的 我不客气了啊 不要客气 哇这个鸭的口感很好 这个鸭 吃下去也不会柴 它比较嫩一点 这吃下去比较不油的 不错 潜水煮过 就当白桌一样 对 那一样两吃 当那个红菇豆腐 红菇豆腐 鸭汤 对 哇很好喝哦 菇的菌香味呢 就刚好是跟那个鸭 是混合在一起 对 排骨 这比较特色的 哇 哇 好香啊 你看吗 哇 里面就是 排骨 香菇 海底肝 葱花 是这样的 咬发很入味 都是当天的 新鲜的才可以做出去的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茶油兔子把 上面是豆腐 底下兔子肉 才不会焦掉 嗯 不错 安迪也先后拜访了当地知名小餐馆的厨师同行们 从爆炒腰花到茶油兔肉 虽然跟鸭子的烹饪方法没有直接关联 但他发现当地人喜欢食材原汁原味 因此 因此 他决定用粤菜经典煲汤的基础 把鸭肉切薄片 用原汁来白酸 用原汁来白酌原味 用原汁来白酌原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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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哈 海螺 虾 还有羊柱 吃起来就有这个海味的味道 永春寻味油 白鱼看四周 好鸭 冬瓜顿 美味 把克流 又开始做事了 来永春你好像都做了两三首诗了 也是想了我来到永春的一些感悟 来永春的时候就感觉这里的乡村田园好风光 我感觉非常美 其实我每一次看到土地里面的日才 就从心里面自己很雀跃 很想去跟他们融为一体 土地可以生长万物 每一遍土地养育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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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鸭 鸭 鸭子 好 我只会煮熟 不会煮好吃 来到永春喝我们的当地茶 这个永春佛手茶 不错 很香 清香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大七年 这个人家当时送的结婚的贺礼啊 比较大一点 福建畜生的海峡牌 海峡牌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刚开始就是同一个单位 当时他是会计 我刚进去的时候也是 是他也有在旁边稍微有福导一下 那我都跟人家说我跟老婆上班 桌子上不好先踢倒脚啊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勾搭啊 哈哈哈 小路要偷偷偷长一点 是完全肯定不行 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 那你这个月领多少钱 那里的钱都最大 都清清楚楚的 哈哈哈 男子然后什么都清除那个 东西 这个是马来西亚啦 还有那个 客人也有 像这些就马来西亚的亲戚 抓过来的 哦哦 这个是我二姑是在那里 在印尼 雅加达当老师啊 哦 听说那边的房租习惯 跟现在还是一样 对 吃了还是什么 什么 你人情世负还是什么 都一不一样 懂吗 那你看啊 这房租就是 刚好就是这个房租你看啊 啊 以前这个风扇 现在还在 80年代 哎 那个李古玉 那个项链 你的声音 你的歌声 永远映在 我的观众 好吃好吃 他们很喜欢吃啊 嗯 我们两个外甥都各有两个胖子 嗯 嗯 灰哥去了当地的老朋友家做客 他发现 虽然当地人固执于本地口味 不易创新 但每个家庭 却因此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 接上泳之人的面孔里 大都有满足 淡定 轻松的表情 味道也是一样 跟以前二十几年的一样 都是鱼葱拌面最原始的 吃春啊 八十七 八十七啊 春天气体长 老人家 练习旧物 练习旧情 长情而温暖 回到永春白帆鸭 走出永春这件事上 仿佛也是一样的 我喜欢我们永春的传统做饭 还是我们本地的做汤的 好 哈哈哈哈 天就要爱 好不好 等下煮柴火饭的菜 芥菜 就是我们特有的永春老醋 哇 它好柔和啊 你这么敢吃酸啊 吃酸了 哈哈哈哈 直接咬出来煮醋猪脚 他们的人非常的真实 是不会用语言去表达 他就是会给你烧一桌菜 他把他所有想跟你说的东西 全都做在那个菜里了 最高规格的宴会 根本不在餐厅再加宴 因为他把他整个生活展现给你 他家里面在哪里做饭 他的厨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毫无保留 尝一下那个醋猪脚 好 这个有点脆爽 嗯 这个醋的味道很明显很香 加了醋下去走就不腻了 嗯 那我们主要其实就是靠卖醋吗 我以前没有 我以前是在深圳买在家里面 我是差不多回来十多年了 好 奶油了 当初就是我儿子汉逸 所以 所以那时候就想着是回来 老人家在一起 老人家在一起 现在长大就不会了 哦 没有每个年龄段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小孩子确实是需要陪伴的 回来他就 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嘛 所以他就好像心比较有归属感 也不会说想着要出去找朋友玩那什么的 哦 小孩子确实是需要陪伴的 因为有父母在身边嘛 他说他要读本科 看我有 他给他几年时间去读本科 我说肯定好 他说那你会不会很辛苦 赚钱会不会很辛苦 我说不会 你能读到多高 你应该去努力去读书 我他还会想着说 我会不会赚钱很辛苦 他不能出来赚钱啊 家里面这种吃的这种场景 就是带有一种治愈性 我就觉得我就算再差 我回到家 我爸爸妈妈也会一样的爱我 给我做饭吃 我感觉我回去之后 我吃顿饭 我什么事都没了 那些小孩是一样 因为爸爸妈妈回来了 我觉得安全 我自然就不需要 用那样子的方式 去表达我自己的所有的情绪 我的愤怒 所有的焦虑 都不需要了 那是一个真真正正 治愈人的地方 真正的美食 就是在家里面 秦 strategy 动了 对 沾这个 对 那个蝎 我们可以放两颗 最后呢 放这个番茄 对 然后我们就 啊 出层 sept гор 在永春陌生人家里 收获真情与温暖的周正萌 不再坚持所谓西班牙的时尚做法 他回到食材本身 做出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香煎鸭谱 这个修正特别简单 就是回到食材本身 西餐是怎么去体现肉质的 我其实在心里在数数 六十下 我就要翻面 六十下 然后它的温度会慢慢慢慢往这个心里面去渗 保留它原本的肉质的那种嫩的质感 三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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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下 主公好 吴总好 怎么样 我们来尝一尝 萌萌做的 没有把它做全熟 里面的芯是有一点点红的 点点生的这样子口感 火候控制得非常好 所有的汁液都留在肉里面 果汁的加持 果香味就更加突出 很好吃 耶 成功 哇 这个味道好鲜啊 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 太美了 所以吴师傅把这个鸭解构 骨头就拿来炖汤 要的是骨头的鲜味 再加上鸭有海螺 提供鸡肝酸 还有鸭子的骨氨酸 这两种氨基酸放到一起的话呢 它是有加倍的鲜味的这个效应 好吃 哇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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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饭贼了这个 最妙的一个就是 长时间的熬煮 让它的肉软辣 胶原蛋白 充分释放出来 正常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没味道 你又让这个味道浓缩 再进去 再加上荔枝的甜味 果味 不仅仅是中国味 还是永春味啊 太绝妙了 很好 至此 从大地出发 让食材连结田野与餐厅 三位厨师都成功完成了对永春白帆鸭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呈现 不要固守在 就一定是永春用药膳去做的这个鸭汤 我们虽然说要传承 但是我们不要守旧 守正创新 就是要守住我们家乡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大胆去创新 传统跟创新 其实它没有矛盾 永春的鸭 这么好的品种 要走出去的话 一定不能用当地的味道来做表现 要不你就走不出去了 必须改变 西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 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做产地认证 很多什么俄罗斯鱼子酱 然后什么日本和牛 我想让永春的白帆鸭 跟所有世界上这种顶级的食材齐名 出现在菜单里面 2022年10月 周正萌在他北京万春餐厅 上新永春白帆鸭做炙烤菠萝 2022年11月 吴荣在他的上海域外滩餐厅 上新一帆白帆鸭 2022年12月 Andy在他的广州宝丽洲际酒店 上新 永春白帆鸭 八宝迷你 冬瓜中 永春白帆鸭 上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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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